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有关理财的,名字叫《投资理财红宝书》。 作为普通投资者,求稳应该是首要的选择,只有不失求高输益才能收获靠谱的被动收入。 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可能迎来长周期的漫游。 过去十年是房地产时代,未来十年很可能是资本市场的时代。 但与此同时,我国居民却普遍缺乏财商教育, 基于此本书从易懂重实际操作的角度出发, 让读者对基金、股票等市场主流的金融投资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并通过大量的案例讲解,让读者学会如何实践,而不是纸上谈兵。 本书的作者龙洪亮,社科院金融学的博士,特许注册金融分析师, 曾在网易财经、头条财经等多个财经平台进行投资分享, 并受邀给一百多家金融机构进行线下的投资培训, 在金融领域积累了多年的投资与管理经验, 著作有债券投资实战。 下面我会用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 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 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通过石油禁用暂停出口等措施, 打击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 这个导致能源价格在全球范围内废速飙升, 进而引发了控扰西方社会近十年的滞涨, 所谓的滞涨就是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的情况。 是不是听完我回顾这段历史, 你特别有生灵其境的感觉? 毕竟由于新冠疫情和国际地缘政治危机的双程作用, 目前很多经济体都显出了纸杖的预兆。 未雨绸缪的道理谁都懂, 想要应对让人不舒适的经济大环境, 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被动收入。 对过去十年的中国社会来说, 最好的被动收入就是房租, 但随着限制房地产的各种政策不断的落地, 房地产不跌的神话恐怕不会继续了。 那么, 对当下的我们来说, 还有什么途径能在未来十年中给予我们足够的被动收入呢? 很简单,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不断成熟和开放, 接下来的十年, 金融投资将是获得被动收入的最佳途径。 说到投资, 大多数人都控制不住, 只想要获得惊人的高收益, 毕竟谁都听过叶宝夫的传说, 高收益当然是好的, 但问题是高收益几乎不可持续, 尤其对你我这种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更是如此, 所以对大众投资者来说, 追求相对不高但稳定的收益率才是王道。 我知道你现在想说这也不容易做到啊, 别急, 今天的解读恰好就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本书的作者龙洪亮, 曾经拿到过中国社科院学院的金融学博士学位, 还持有特许注册金融分析师的执照, 在金融市场中闯荡多年, 可以说是一位兼具理论和实践经验的高手, 这本投资理财红宝书就是他的总结自身投资逻辑的精华。 接下来, 我通过该怎样看待不同种类的基金以及股票投资, 从在哪些极容易踏入的陷阱这两个部分的内容来说一说, 对普通投资者如何可能做到稳妥的投资。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部分, 怎样看待不同种类的基金? 如果你学习过基金相关的知识, 你就肯定知道基金分为主动性和被动性, 所谓的主动性就是以雄球区的超越市场的业绩表现为目标的一种基金, 是需要基金经理主动去管理基金的, 而被动性则是选择特定的指数, 成分股作为投资的对象, 不主动雄球超越市场的表现, 基金经理不进行任何主观操作的基金。 如果你想获得相对高一些的收益时, 并且可以承受相对多一点的风险, 那你就去选择主动型基金。 在选择主动型基金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基金名称中带有成长和价值这种字样, 这些词代表的是投资组合的风格。 价值型股票一般指的都是行业龙头, 也被称为蓝筹股, 这种企业大多已经很成熟了, 拥有稳定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 而成长型股票恰恰相反, 成熟离它们还很遥远, 企业正处于快速的增长期, 现金流与盈利可能并不惊人, 但盈利输或者利用的年均负荷增长率却会非常可观。 另外, 还有一些基金会同时带着价值和成长两个标签, 这说明投资经理希望能在两者间做到均衡配置, 简单来说, 带有价值标签的基金在投资风格上大多求问, 而带有成长标签的基金则大多以获取高收益和回报为目标, 同时风险也相对的较大。 当然了, 名不腐蚀这种事在基金投资领域也可能出现, 所以我们不能只通过看名字来挑选基金, 还要观察基金经理具体的持仓情况。 再来说被动基金, 虽然被动这个词听起来不让人喜欢, 但想必大多数人对于被动型基金并不陌生, 被动型基金通常也被称为指数型基金。 近些年来, 指数型基金在投资市场上可谓是非常火爆, 指数型基金的优势是不用担心仍为因素, 基金经理换不换都无所谓, 也不用疲于崩命地跟着市场风向乱跑, 只要安静地持有就可以了, 因为不论是根据中国经济的预期, 还是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从长期来看市场一定是向上走。 现在你清楚了吗? 对大众投资者来说, 指数型基金是最好的选择, 几乎和躺赢差不多。 股票投资存在哪些极容易踏入? 投资股票就是在投资某家企业的未来, 对于大多数的投资者来说, 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对投资标底又过分美好的预期, 我们获取投资消息大多是通过媒体, 可媒体有时候可能也无法做到公正客观, 不论报道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这会在潜意识中影响我们对投资标底的认知。 当然了, 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媒体。 一个很常见的情况是, 普通投资者在买入某家公司的股票后, 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听到利好消息, 同时对利空消息极为排斥, 这就会延伸出只升不跌的预期, 甚至会不切实际的幻想投资标底的价格, 会在一亿年中翻个几倍。 此外, 要说股票市场中哪里最容易淘尽, 那一定是前沿科技领域。 如果一家公司身处着前沿科技行业, 哪怕它的业务能力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 也很可能受到资金的青睐, 在这种资金的偏好下, 会出现很多洪水摸鱼的公司。 比如马斯克在前段时间宣称自己 已经把自己的大脑上传到了云端, 这直接导致大量脑机技术相关的股票暴涨, 很多人都抱着赶紧上车的想法疯狂地买入。 可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穷中, 少有人愿意冷静地研究一下, 投资标底在脑机方面有多少技术储备, 现有业务与脑机技术能够有效地融合, 脑机技术在未来会给公司带来多少收益, 或许你会说自己很清楚 这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 心里想的本就是趁机捞一笔, 可是你怎么就知道花到你手中的时候 股声不会停下来呢? 所以归根结底, 股票投资的关键在于 是否能够时刻保持大脑的冷静, 有些冷静才能让我们避开过度的预期和跟风迈入 这两个极度危险的投资陷阱。 读到这里, 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 下面我来为大家总结一下。 不论选择基金还是股票, 普通投资者都不要盲目地追求高收益, 求稳才是获取被动收益的正确形态。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金融知识和经验, 最好选择指数型基金。 如果你对金融投资很有自信, 想独立选择股票, 那就要时刻切记, 不可冲动。